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没事吧 我的苹果 来吧 弟弟 不能随便拿别人的东西 快还给人家 放开我 放开我 这是我的苹果 这也是你们神魔国的特色 我们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真对不起 我弟弟他以前不会这样做的 他怎么会这样的 难道又和弩柯柯有关 我也不知道 但自从弩柯柯来了之后 凡是进过百花丛的村民 都变得很古怪 我弟弟就是前几天不小心进了百花丛 还变成这样呢 一定是弩柯柯搞的鬼 看来要去百花丛调查一下 我们去百花丛调查一下 水灵灵 你留下来照顾他吧 到了 这里就是百花丛了 神魔国最美的地方 我在这儿 谁 怎么了 木屯屯 我找到了 就是太大了 我里带个人 咱们 噓 哦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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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啦 小心 别见了 见 奇怪 什么味道啊 还有吃的 好大的苹果 我要吃 怎么会这样 大家小心 奇怪 书上并没有说过百花丛 会出现妖怪 管它是什么 看我的 练火流星 他的力量太强大了 这是 作为一名战士 是不能退缩的 等一下 金童童 你没事吧 可慕 力量还不够 师父 我该怎么办 不行 我一定要继续 战斗下去 金童童 这 这不是真的 这是幻觉 来 来这里 我在这里 后来 声音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是你呼唤我吗 我是百花丛的花仙子 小心点 这是很厉害的封印 封印 这是怎么回事 百花丛中原本有一个百花玉环 是用来平衡花朵们情绪的圣物 而我的职责就是开守玉环 但怒克克来了以后 将玉环夺走了 还把我封印了起来 又是怒克克这家伙 失去圣物后 花朵们的情绪就开始发生变化 从而分泌出幻觉花粉 进入百花丛的蚂蚁 吸入了这些花粉 情绪也就产生了急剧的变化 村里的人变得奇怪 也是因为陷入幻觉了 是啊 那为什么我没事 我虽然被封印了 但还是能使用一点点能力 但我的能力也只能帮你一个 其他的蚂蚁我就无能为力了 是怒克克 我去把玉环夺回来 小心啊 是五星蚂蚁 原来五星蚂蚁也吸入了花粉 变得傻乎乎的 这也好 省去了我不少功夫 你干什么 我讨厌晃来晃去的 雕刻风暴 这下你给老实点了 先帮你去趴上吧 好可怕 跑路 五星蚂蚁 别跑 不行吧 阿姨 等我抓住你们 你们就 怒克克 你抢夺了花仙子的玉环 还把她封印住 你可知道花也是有生命的 你已经激怒了他们 感受他们的愤怒吧 我的懒雕还给我五星蚂蚁 我还会回来呢 阿姨 怒克克 懒雕 怎么会有熟悉的感觉呢 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木吞吞 什么龙前辈 你懂得人民爱物 这很好 去吧 到神木顶去 跟着指示前进吧 谢谢你 木吞吞 你 你就是花仙子 是啊 是不是很美丽 你救了我 我 为了报答你 我带你游览一下百花丛的美景吧 这里 我还没说完呢 下次再说吧 他 他这是怎么了 别看了 快回去 快关门 快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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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蠢的蚂蚁们 不斗欣赏 好丑 这玩意谁叼的 是啊 好丑 送给我也不要 你们错了 干嘛不要 放在水里可以当木房 高的东西拿不到时还可以当梯子 冬天还可以用来烧着取暖 你们竟敢侮辱我的作品 不可饶恕 老大 好多星星在转 这些是什么 书上说 这叫圆雕 木雕的一种 在中国被称为民间工艺 木雕可以分为立体圆雕 根雕 浮雕三大类 这是立体圆雕的一种 这也算木雕 根本没法和地球的木雕比 太丑了 送给我也不要 干嘛不要 可以用来烧火取暖吧 这种雕刻风格好像神木国一个天才雕刻家的机法 是雷阵阵他们又来捣乱了 大家小心 他们好像有点不一样 他们好像有点不一样 欢迎取炮 我的木雕 这几个笨蛋 估计目标是五星蚂蚁不是我的木丢 哼 想打架 我们奉陪到底 大家小心 我总觉得他们有古怪 快 你们别跑 站住 我 我的李指 你们别打了 木屯屯 快叫大家入手了 胡椒博士 我是木屯屯 怎么了 木屯屯 博士 出事了 我们又遇到了雷阵阵他们 他们好像不太对劲 那是 难道是 我明白了 你们看 雷阵阵头上 难道是那朵花在作怪 这是哪儿 霍特宗 你干嘛攻击我 可恶 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会在这儿 发生什么事了 奇怪 你竟然耍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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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听我说 雷阵阵攻击你们不是他们的本意 你们看到他们头上的花了吗 是那个控制了他们 原来是这样 果然是你 鲁克克 这是对你们的惩罚 侮辱我作品的都应该受到惩罚 给我受 木屯屯 水灵灵 你们一定要控制了 杜克克才能解救雷阵阵他们 但是 博士 我们两个不是杜克克的对手啊 难道你忘记了水能生木的道理了吗 要打败杜克克 你们一定要领悟五星相生的真谛 才能发挥出你们最大的战斗力 博士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灵目召唤 灵目召唤 ぞ 好 好 这样就想困住我怒恪恪 白日做梦 雕刻风暴 不好 你说什么 看我的天旋雷魄 放开我 可恶 老大 为什么我们会被绑住 他们好像惊醒了 杜格克 快放下他们 黄团团 等等 五星召唤 灵木召唤 魏武 你说什么 看我的天旋雷魄 幻灵水炮 雕刻风暴 火灯灯 水灵灵 我们再来一次 tear 重心召唤 護形召唤 疎 狗犯 召唤 敬布召唤 同样的招式对我没用的 雕刻风暴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可恶无形蚂蚁 可恶的无形蚂蚁 放开我 无形蚂蚁 我还会回来呢 莫昏昏 神木龙前辈 任何植物都需要水的滋润 才能茁壮成长 恭喜你明白了这个道理 只有领悟到五行相生相克的真谛 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你们离神木顶越来越近了 加油啊 我们走吧 五行蚂蚁为和平出发 拜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